那么2012露竹的番茄文化节热闹登场了 粒粒珍珠鲜艳欲滴的露竹小番茄 看了就让人食指大动 市场成局表示 这个露竹的番茄品质优良 农业局将会辅导农民去产销 那么推广露竹番茄的美味 增加农民的收入 精彩热闹的原乡歌舞 为一年一度的露竹番茄文化节揭开序幕 露竹番茄文化节迈入第九届 今年开幕式特别邀请面包师傅吴子敬 运用在地优质小番茄制作成番茄面包 吸引许多家庭福老西幼排队尝鲜 高雄市长陈菊带领市府团队主持开幕式 亲自品尝小番茄 鲜美多汁的口感赞不绝口 番茄是可以说品质最好 我们问一年 说后就说露竹的番茄 可以说是我们露竹地区 我们所有农民和全台湾最好吃的番茄 来吃到贵庭 跟我们大家共同分享 今年我感觉我们越多文化节 越番越豐盛 越番越大 我们看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 大家都在国区过来这里来参加 我觉得这样很好 市长表示高雄38个区区区有特色 其中露竹区已生产番茄 鸡蛋与花菜等农产文明 希望透过各界努力与支持 共同推广露竹区的优质农特产 我们露竹地区 我们的番茄 我们的鸡蛋 我们的花菜等等 希望食用在地 在地的食材这样是最环保 我们希望大家多多来 买我们露竹的番茄 花菜 鸡蛋 谢谢 另外陈局也表示 市府正进行露竹运动员区 与露竹运动公园的诊件 提供民众自然舒适的公园绿地 未来也将积极向中央 争取捷运延伸到露竹 以符合露竹区的未来发展 港东新闻物质与刘志胜 此访报道